張華峰妖 都穩定的機會反覆 這個情形令人非常之擔憂 更令人深惶的就是 我們見到部分的人 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 疾非誠是 顛倒是非 他們不但沒有譴責暴行 反而追調兇徒 美化這個暴力 所作所為寧人法治的 因此 我想問問當局是否在美化暴力之後 告一個 這個道歉就可以前身而退 不了了之 當局有沒有具體的措施 對美化暴力這種失智的行為 以防有更多的這些更多的被變相 用鼓勵走上伯力犯罪的道路 我提醒議員 今早上電話的鈴聲都響了很多次 我希望大家帶電話進來 一定是要靠靜音 局長 局長 謝謝主席 面對著這些恐怖襲擊活動 無論是一些孤狼式 或者是剛剛過去那幾天 我們是倒破了一個恐怖活動的集團 我們都是要全力以赴去打擊這些恐怖活動 當然了 除了本身這些進行恐怖活動的人 其他去意圖美化他們 英雄化他們的行為 或者淡化他們的行為 這些都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這些是會鼓吹更加多人出來 會進行這些恐怖活動 當他們這些美化或者淡化 英雄化的行為 去到一個程度 如今能夠達到 是剛才我所提及的 刑事項目條例的第九或者第十條 或者是香港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下面 剛才提到的 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七、二十九條的話 我們都會採取行動 當然我們對於這些 任何可能發生的情況都會全力調查 有證據就會作出這個拘捕 甚至檢控 多謝主席 何俊賢議員 多謝主席 破巢之下 百業不興 人的安全受到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局長就說 有人犯法就會將他承之於法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要求 就好像現在我們要求人有人性和良知一樣 變得這麼卑微 以及這麼奢侈 所以我想跟局長說 我們希望不是只是說 你犯法我就抓他 我們要有一個防範於未然的意識 一個越開放的地區 所受恐襲的機會或者漏洞 可能都會比較大些 那就是因為你自由 可能攬個炸彈就衝上去 都不定 你沒有檢查 我們看到內地或者其他的美國地區 可能落地鐵 都麻煩你做行李的一些檢測 所以我想問一問特區政府 我們經過2014、2019年 我們今次這件事件 七一的刺警案 我們有很多受到 因為相對正義感比較強的人 例如香港警隊 例如我們在這個議會裡面 相對正義感比較強的一些議員 那些家人 那些家屬 都可能受到這些孤狼式的襲擊 我們現在坐在那裡的人 我們自己都會警覺 逛街的時候都會留意 都望了兩眼 但是他的家人怎樣去保護呢 為什麼我們會有警察宿舍 但是就沒有香港警察學校 或者被一些受保護的人士可以進去讀 為什麼現在我們的教育制度裡面 那麼多人要去一些愛國學校讀呢 那我們就要希望在這一方面的保護和資源要增加 我想看看特區政府 在預防那方面的資源的撥款 或者你有什麼策略 可以在這個議會裡面 講給我們所有正義感相對強的香港人 主席,麻煩 副長 是,多謝主席 我很同意剛才海議員所說 我們不只是去抓人 抓人就是一部分 我們在面對這個恐怖活動 我們要做出防範、制止和懲治這三部分 我們會透過我們的情報 我們的執法行動 當然宣傳和教育也都非常重要 其實香港國安法第九和第十條 也都清楚說出我們政府在這方面的責任 另外剛才海議員也提到 有關這些家人怎樣去保護 或者是否需要一個警察學校 當然我們會基於風險評估 來決定究竟我們應該採取多少個保護措施 例如我們一些警察宿舍 到現在來說 都還是有一些保護令 如果有人作出一些侵妖行為 就會違反這些保護令 另外說到是否要在香港設立一間警察學校 警察子弟學校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包括究竟我們是否全部的警察子女 都願意入讀同一間學校 在哪裏呢 定位在哪裏呢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事情 目前來說 我們跟教育局 其實有很多其他方面 能夠保障一些警察子弟 如果在學校裏受到欺凌是怎樣呢 有沒有需要轉換學校呢 或者其他這些協助的工作 都是一直在進行中 多謝主席 沒有回答你什麼問題 就是講香港警察的 因為我們譬如議會裏面 有些正義感的人 他那邊沒有特別提到 他沒有回答你什麼問題 就是說 不是只是香港警察 我所提的 是其他的人 請你坐下 局長有沒有補充 至於我剛才所講 我們對於任何有機會 受到危害的人 我們會經過一個風險評估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有不同的保護計劃可以協助 當然要風險評估為本 謝偉銓議員 謝謝主席 這個預防當然重要 我其實都好像何俊賢已經關注 我看到其實就是 有不少將人權自由掛在口邊的國家 其實它都有制定一套極端主義 有較高風險變成恐怖分子的名單 它加強對這方面的防範和監察 有些基區甚至就是一些高危的人士 政府會約見他做心理或者其他輔導 這種工作屬於防範 我不知道局長在這方面 在香港有沒有用呢 或者會不會做呢 或者現在正在做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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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是對於一些有機會可能會參與這些恐怖活動的人 我們會進行一些很多情報工作 是會一直在做的 香港我們現在在證教署裡面 我們就著一些可能會不會受到這些極端思想影響 我們也有一些計劃一直監察著 這個我們工作也是會做的 至於是否在社會上都是做這件事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 究竟是否說我們警方根據什麼 就是一些人可能會有這些傾向 而進行一些program 在這個階段來說 似乎是未必是一個適當的階段去進行這個想法 多謝主席 周豪鼎言 主席,自從發生了咕嚕式的恐怖襲擊 襲擊警察這件事之後 有人包括港大學生動議去悼念恐怖分子 有人更加走出來 企圖去合理化和淡化恐怖主義 更加令人心寒 主席,我想問的就是 除了我們該有的執法是一定要做之外 對於一些極端的情況之下 有人嘗試去發佈這些煽動恐怖主義的信息 有沒有辦法可以更加及時地倒截這些信息的發佈 不要讓他周圍廣傳 執法當然是要了,懲處當然是要了 但是及時地倒截這些信息的發佈 可不可以有一些相關的經濟去處理呢? 謝謝主席 局長 謝謝主席 其實現在我們除了警隊和另外幾個執法部門 都會進行一些網上巡邏的工作 從而看看會不會有這些煽動人的情況出現 當然,有的我們第一方面 就要從調查方面著手 另外,其實我們也會第一時間 要求這些相關的網絡商 將這些是移除的 除了我們要求之外 其實根據法例 就是香港的國安法下面寫入三條 裡面也有一個權力 是被保安局局長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 發出一個命令 要求這些網絡商移除這些信息 多謝主席 何君堯爺 多謝主席 很快就問一問 就不是個案性的敏感的問題 局長 有些是明顯地 學生會如果是違反了 他們的宗旨和涉及到這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你會多考慮這個社團條例 第八條去取替他們的社團身份嗎? 局長 多謝主席 我們就會看回個別的情況 如果有一些社團 真的違反了這個社團條例的第八條 我們可以依法處理的 另外也是根據香港國安法三十一條 如果是違反了這個國安法定罪的話 也可能可以取替 但是當然我們看每一個組織 究竟他們是否做的行為 是否需要我們採取這些行動 多謝主席 最後一項